陈老哲 梵老爷 这些东西 自己一定要认识清楚 它是六道轮回的真因 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 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 你才肯真正把烦恼放下 陈五欲六成 老是一个形容词 你有五欲六成你就很辛苦啊 你很劳苦啊 你生活在烦恼里头啊 无论是平复贵尽 没有例外的 这个都苦 所以佛法把六道比作苦海 苦海无边 回头生安 只要你肯回头 不再随波逐流了 你就能够超越 波浪是什么呢 贪嗔痴慢 已是波浪 不再搞这个东西了 真的把它放下 就是你红发立身 是好死 帮助众生 心底要清净 做再多的事情 一尘不染 那是真好死 如果你做了相 你在这里 还有丝毫名利 夹在这里 出不了六道 你是在修善意 国宝在三善道 不是敬业 心不清净嘛 心清净 这叫敬业 心里的确确实实 没有贪嗔痴慢了 那这见死烦恼没有了 见烦恼 五种 你看 身见 边见 见去见 见去见 邪见 私货里的五种 贪嗔痴慢意 叫见死烦恼 这十个全都放下了 放得干干净净 我们才有 往生西方净土的条件 但是净土法门 确实比一般法门 殊胜太多 我们只要把见死烦恼扶住 根没断 就能往生 身哪里呢 凡胜通去土 如果把见死烦恼的根都断掉了 还有吸气 不怕 往生是身方便 又一度 这评论就高了 所以要晓得这不是好事情 贪嗔痴慢意 怨恨恼怒烦 外面财色明实睡 这个东西缴获在一起 叫火坑 古堡在哪里 三土地狱 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可怕 你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晓得可怕 你才晓得好慈悲 要不是佛 给我们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 自自然然 就往后坑跳 知道之后 我们才晓得回避他 不但人见苦 天上那一点落 不是究竟 不值得到那里去 为什么呢 出不了六道轮回 既然出不了六道 肯定在三窝道的时间长 在三山道的时间短 这要救我 唯有往生极乐世界 才一聊不了 永远超越了 再到六道里面来 是菩萨的身份 不是凡夫 再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来度中身的 像诸佛菩萨一样 硬化到这个世界 是来帮助众生的 与自己丝毫不相干 自己做种种实心 释迦牟尼佛一生 这个持戒修定 做给别人看的 表演的 那是慈悲的实现 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 这个教化众生不容易 众生习气太重 讲 他不相信 做出来 他相信 所以 菩萨在这个世界 教化众生 自己一定修苦心 做好样子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学苦心 一直到入密 79岁入密 世界全是苦心 他教我们以苦为私 他做到了 教我们以戒为私 他也做到了 那么我们今天 所以不能有成就 说到什么 戒没吃到好 苦也没真的去受 还是有一点享受 这有一点享受 这个习气就麻烦了 就让你 置于原地 没有法子向前跨出一步 你说这样修行 多么可怕 请不吝点赞